就是可能我比較不是這麼理工科的思考邏輯 因為其實我現實面對到的 就是說比如說在合約上面 其實它蠻多是有彈性的 但是如果是到智能合約 如果是通通都寫死的話 那是不是就變得 就是規則會變得更死 我們剛剛有談就是說 比如說中心化這個角色的意義在哪裡 以前我們會有版權公司 會有唱片公司 來做類似的這樣子的一個合約過程 然後讓這個彈性可以記錄在合約裡面 那區塊鏈它透過什麼樣的形式 其實區塊鏈本身 就我們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一個中心管理者 只是說今天我們把它做了一個程式代碼的感覺 去把這個遊戲規則寫完 那今天這個遊戲規則寫完 你有一套你可以有很多套 所以今天它的彈性依然存在 只是說我們怎麼樣在 傳統的這種版權的歸屬上面 跟新型態的就是說 它可能需要更多彈性化的中間去做取捨 我們可以規劃出很有彈性的合約內容 讓它變成程式代碼 那同時也可以用 就是比較單純的 比如說現在的NFT的方式去做 都是可以寫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所謂有彈性 不是說寫在紙上就是有彈性 寫在code就 談判的時候是很有彈性的 因為它是private的 就是copyright的東西是司法的 就是private的 你們terms and conditions 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其實都可以neagle的 但是你就算是紙本的 你簽下來之後 你要去修改 也是要對方同意 它的彈性不是呈現在已經簽約之後 而是在於它neagle的時候的那些條件 那你small contract只是說它透過電磁記錄 code的方式存取 然後它會automatically去 然後再來這個所謂的去中心化 其實我覺得關鍵點在於它是改變這個發行的流程 它是中間的某些middleman可能會因為這樣子而不再存在 對 但是也可能會有新的機制需要出來 新的機制出來 因為它整個流程會 會實質上產生一些變化 對 因為現在對於這個去中間化 事實上已經有在參與 以及推廣這個區塊鏈的一些單位 一些公司 事實上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識已經表達 就是去中間化這件事情 並沒有辦法在即時即刻去完成 所以對於我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更多時候更像是社會科學模型的一個部分 它跟理想國很像 所以我們今天把去中間化當成是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們排除了很多可變的因素 你就會看到更好的願景在那邊 那怎麼樣往這個更好的願景去靠近 而不要讓去中間化這件事情 你去了這邊 在channel裡面的中間化的時候 事實上你兌換到還是需要說 不管是整合行銷 或是他們提到的策展人的角色 其實都存在在 未來的中間化是存在的 就是對於這個 中間化這個角色 到底怎麼樣去定義 它是broker呢 還是它在中間去讓你 往一個更好的未來走 那現階段我們講這個去中間化 很多時候都會談到 不管是唱片公司 平台 版權公司 集管團體 但音樂創作人 或是在這個大環境裡面有想過 就是說 這個其實在時代的洪流裡面 那以前的人 這些作品都只能透過表演 那有聲音可以記錄之後 有黑膠發明之後 有卡帶 這些記錄存取的工具 可以讓它變成錄音著作之後 音樂人其實有更多樣性的選擇 去創造它的經濟來源 那現在我們面對的區塊鏈 其實跟可能百年前 大家看到有這些唱片 黑膠這些載體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而且事實上來說 這個我們還有等到 就因為我們是眼睜睜看的 傳統唱片凋零的 但在NFT的時代 居然它又復活起來 對於這個收藏 收集這件事情 那當然可能這個概念 跟這個遊戲裝備 有點類似 那可是問題是我們 可以看到說 這以數位化 重新去詮釋這個實體的價值 其實在NFT是呈現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 我以為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 你知道嗎 可能它就全面的數位化跟 這個 但它居然可以用NFT的形式 來做一個新的這個詮釋 我覺得其實也算是 對我們這個傳統一路走過來的人 來看這個傳統其實還是有更多的期待 那我這樣有一個解讀 可能是不是傳統大家覺得 中心化都把它想成 比如說是跟法律跟什麼什麼 比較有關係 接下來到了未來 如果區塊鏈大量使用 它還是會有中心化的角色出現 只是它可能不是這一塊 是不是這樣講 就比如說你說策展人 它可能會產生更多其他的 中間性質的角色 就是科技帶給我們更多的便利 那現在其實在所謂的 Streaming 的平台 甚或是像YouTube這樣的平台 它已經取代了傳統的 廣播的形式 但非常的類似 但對於目前你能夠看到NFT的產品 絕大多數是以單曲 我講音樂類的部分 那可能是單曲或專輯的形式去存在 它伴隨著一些surprise 像你的扭蛋 對不對 那這類的東西其實 更多時候它是以收藏品的方式 就是存在的 所以它的單價可能都比我們想像 不管是CD或是你數位的 點一個歌是多少錢 因為現在都會員制 之前還有download下載一次多少錢 那它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思維跟邏輯 那這樣子的東西放在 同一個價值標準去看的時候 音樂人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是要把我的作品當成 我的音樂作品 特別我們講做流行 是當成一個藝術收藏品 來build up它 還是讓它去在大眾裡面能夠pop 因為我們講流行音樂就是popular音樂 要更多人聽過更多人知道 它會產生的效益 對我來講 不僅僅只是在賣出那個產品而已 那我想這個思維其實 對於是否去中間化 都會有不同的意義 與其透過區塊鏈NFT或未來各種新的技術 去當成音樂版權 不論是錄音著作或音樂著作的解法 核心目標是否應該先完成資訊透明化 或有一個統一的資料庫 讓使用者有所本 創作者也可以完整的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哪邊被使用 例如美國2018年通過的音樂現代化法案後 隨即利用法規的力量完成中心資料庫建制 統一讓各種使用者使用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我覺得我們舊時代的著作權法這個架構 其實需要的是這種東西 需要是一個更中心化的 它能夠完全負責 能夠完全的清楚告訴我們這些資料是可以信任的 它不能僅供參考的 這樣的一個單位來負責這件事情 但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剛剛那一番言論是不是我看衰區塊鏈技術 沒有 我不覺得 不覺得嗎 我不覺得 我其實會覺得是 我非常看好區塊鏈技術 但我反而會 也不能說看衰 但我會覺得在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下一個世代的創作者 他們可能根本不會進入現有我們這個體系裡面 他們可能不會加入協會 他們可能也不會像我這種 舊時代的人加入版權公司 Muse的會員 領這些分潤 因為 區塊鏈或NFT的世界 或我們說未來可能元宇宙的世界 它是真的史上第一次是 每個人都可以針對他喜歡的著作 直接的定義他的價格 對 這跟我們剛剛老師說的 以前你甚至要拿到一個國家的權力才能應輸 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了 那如果以一個創作者來說 我的作品可以在網路上透過我的粉絲的喜愛 直接讓我得到好的收益 直接讓我的作品的價值能夠被清楚的定義 那我就不需要去選擇 在過去 因為我必須要靠很多的限制存取的方式來獲取收益 所以我要擋這裡擋那裡 我這個要收費 那個要收費 我就不需要了 因為網路最大的好處其實是 它可以快速的讓內容傳播 但是我們過去這20年 其實一直活在一個非常糾結的狀況裡面 就是我好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快速的傳播 所以我把我的最好的歌曲 拍成music video 放在YouTube上給大家聽 但我又覺得 可是我被免費聽覺得好虧哦 所以我這個最好這個music video 它可以收到錢 但你要怎麼收 所以之前就會產生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嘛 就是好 我免費的東西放在這個YouTube可以看 HD 畫質都很好 隨時想看就看 但你在iTunes上面一個賣50塊 那到底誰要買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這個是很荒謬的 那我們一直也想不出解法 可是區塊鏈或者NFT 這些事情是第一次可以打破這些事情 我根本不用在乎 如果我的作品是不是被廣為流傳了 管它是盜版或非盜版 我的作品被看過越多次 我的作品被越多人知道 被越多人喜歡 它其實可以創造我這個作品的價值 而有人會用其他的方式 來直接讓我得到這個價值提升的upside 比如說NFT 那為什麼我說可以跳脫就是 著作權法這個框架呢 是因為其實在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 它有一個頻段或裁量的標準 其實那個就是社群 我覺得那個是很大的力量 我們看現在很多很知名的NFT project 比如說無聊員好了 你今天可不可以隨便用一個無聊員的頭像 拿去當成你的頭像 然後你拿去做成其他的衍生物 可以嘛 可以啊 對 但如果今天你不是那個無聊員的擁有者 你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就侵權了嘛 你侵權但是你要去告誰 對沒有人告嘛 對 所以誰會做這件事情的材料 而且非常及時的 你不用等法院 你不用等法院 可能等半年等一年 就告訴你結果 社群直接就制裁你了 之前社群直接唾棄你了 所以這東西不會有人買 你這個假的NFT 你明天就歸零了 我覺得這個是最有效率的 那我們何必還需要 如果在這個網路的世界 如此緊密連結的世界 加上區塊鏈 它又可以直接創造價值的這個時代 我們何必需要一個 這麼中心化的法律跟框架 來管理這些事情 它是沒有效率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很看好區塊鏈的原因 我真是覺得有一天 我在座的各位爆化我 可能大部分的工作會被取代掉 科技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 科技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 只有人可以解決人的問題 但是人可以透過科技 更有效率的去解決其他人的問題 我覺得剛剛討論比較像這個層次 因為人才能解決問題 但是人的背後可能有法律 可能有社群 甚至其他科技的支持 所以說當你在面對人跟人的糾紛 因為我們可能創作人最在意就是 我如何接觸到該收到的利益 我如何接觸到我想接觸到的受眾 但是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求助於可能其他擁有 被授權的人的權利 或者說是擁有某些科技的方法 來解決你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說與其去討論區塊鏈能不能解決 那我們或許也可以討論 什麼樣的人透過區塊鏈 可以解決各位 或者說是線上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說包括過去所累積下來的 相關的組織或團體 他們本來都是為了 也就是另外一群人 可能得到了一些新的技術 甚至是新的制度 來解決各位的問題 那確實未來像博商提的社群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區塊鏈 得到社群的力量 而透過另外一群人 來解決一樣的問題 所以說實際上 我們可能在討論的 或許就只是在討論說 我們這些問題有沒有其他的手段 而這個手段 未來區塊鏈是其中一個科技手段 以上有補充 這邊還是有一些問題 上面就是問什麼 去中心化系統要如何 這個一樣東西 然後 要一個中心去發行一個區塊鏈 至少要運用這個 好像也不需要 其實好像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瑞平哥 NFT有些人是真的賣權利的 對 他們是直接賣權利的 可是 對 我這 可是他賣的不是 你 對 他是賣那個歌的著作 有些人是 如果是你自己的 對 他自己的 對 如果是你自己的 OK 對對對 對 其實他能玩的東西很多啦 對 對 對 那 我會覺得 大家有沒有 各位特別是30歲以下的朋友 有沒有覺得 聽完之後 有點想要退出那個 這麼說拳法的體系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其實同樣的問題 大概這十幾年 一直兜圈圈 其實兜圈圈啦 沒辦法解決 對 但我覺得當然他有Solution 只是這個Solution 可能不容易達成 可是我會覺得Solution是超級中心化的 嗯 對 那當然現在資料庫也不齊備 什麼也不齊備 但是我們就要找一個單位 把這個東西弄齊備嘛 嗯 然後讓他們負責嘛 但我會覺得 的確著作拳法 有很多東西是區塊鏈 沒有辦法來 來完成的 嗯 對 來達成的 可是區塊鏈本身有很多是 我們現有的框架達不到的 比如說區塊鏈以及NFT 它可以讓 我剛剛講了 讓你作品內容的價值 直接被定義 對 第二個是 區塊鏈可以讓你直接的跟 社群有緊密的連結 它有價值的連結 所以你的作品 你的個人的成長 等於社群他們自己資產的成長 你的社群的成長 也會為這個創作者的內容 帶來更高的價值 對 我覺得這個雙向的關係是 我們傳統的 這個體系裡面是做不到的 嗯 那 再來它可以當作身份的認證 在元宇宙裡身份的認證 或者在網路上身份的認證 它當然也可以做這個 證明啦 不過我其實覺得法官現在還滿高科技的 我之前有一次 我16年寫的那個區塊鏈的文章 跟音樂的文章被盜了 被拿去印書 我就提那個Facebook上 我發文章的那個連結 他們也認了 只是 他們最後處理的方式讓我 後來再也不信任 就是 就是法院的處理 他們最後 沒有去罰那個 抄了很多人做書的老闆 他們罰了那個 小編 對 很窮的那個小編 我覺得很可惡 對我非常的不爽 這樣 對 anyway 所以當然區塊鏈做證明是還不錯的 這個 這個一個方式 只是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唯一啦 對 他們你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證明 都可以拿來做證明嘛 那 區塊鏈可以讓眾人用Token的關係 做一個去中衝心化的自治組織 那他可以有權力架構 管理的架構 他還可以有互相利益分享的架構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也很難達成 對 現在的體制裡面 實體世界的體制裡面很難達成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有些年輕朋友想要嘗試新的玩法 比如說前幾年大家一直在說把自己的版 把自己的 我又講版權 把這個著作權可以拆分讓所有的粉絲擁有 讓這個收益權讓所有的粉絲擁有 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法律說不行 你這個是證券 你證券要受證券的監管 但到現在這幾年忽然這個東西又重新開始了 有些公司 有些單位他們做這件事情 可能得到非常大額的投資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這些都是你必須要跳脫原本的框架 你才能夠去想像 或者是去實驗的一種方式 那這個方式好不好 我覺得可能還不錯啊 如果我的粉絲們同時用我的權利 他們是不是會更努力的推廣我的音樂 我跟我的粉絲的關係可以更直接 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們太多過去的東西綁住我們 那我會非常鼓勵大家可以嘗試看這些新的做法 因為我自己其實發行了NFT之後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轉變 就是其實我長期以來我是對於什麼粉絲啊 什麼什麼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在管的 就是我覺得那很無聊 就是我不喜歡經營那個事情 但是發行NFT之後就是 我對於買的這些人 我好想跟他們直接有交流 而且其實是 因為第一是這個東西它 就目前的狀況 其實它購買的方式 其實相對於很多東西是複雜的 它必須用什麼虛擬幣 什麼無味不會的 然後呢 其實價格也不低 但是願意買的人 其實我會覺得那個互動的感覺會非常非常的強烈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有趣 一個完全不實體的東西 可是讓我卻得到最想去實際接觸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特別的感受 對它沒有責任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就從剛剛那個這個法案 其實現在有一種趨勢 就是說因為我們進入到 補機的世代 馬上6G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在整個世界裡面 它強調是一個分享共享 然後呢 像這個法案 他們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另外他們在對應 有關於你的生物資訊的部分 就是生意資訊的部分 也是採同樣的方法 也就是說Big Data時代 大家應該有一個 我們叫做科技公民的義務 就你有的東西要進到這個社會 來讓社會共同提升 但是我們要公平對待你 所以呢 我要鼓勵你把東西拿出來 成為一個大的Data Base 但是呢 我會重視它的管理 它的管理呢 會讓大家能夠對它有信任 所以這個管理呢 如果我們今天有這麼好的科技進來 它可以呢 讓你有信任 讓你確保它的真正 那在這個時候呢 它會增加它的可信任度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未來 它還是一定有糾紛 有糾紛呢 你不要認為有區塊鏈 它就解決了糾紛問題 是不可能 但是它會減少你的舉證的責任 因為很簡單 就是當你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被問說你當時在哪裡的時候 你如果在第一時間拿出來 是像這樣的證物 你的被接受程度是比較高的 但是呢 法官要不要接受 又是一個問號 那就是如果我們法官 司法界也進步到一個階段 未來跟大家能夠鏈結 這個時候呢 就連糾紛處理都能解決 那我們就已經進入到一個完整的一個 叫做代幣經濟 或者是 token的economy 那我們目前最慢的大概是法律這一邊 所以呢 我也很擔心就是說 我們在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不要老是只罵政府 我想呢 要怎麼去協助司法體系進來 這蠻重要 那在過程當中 可能我們的新的年輕的創作者 你要就開始 讓你自己的創作過程 就是會留存這樣子的紀錄 你大量的使用區塊鏈的方法 來保護你自己的 我們說原始憑證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建立一個良好習慣 其實還是建立在就是數位化嘛 你數位化 你能不能把它上連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做得很好 那後面對應的時候 在司法上面 你也會增加法官的信心 那現在法務部跟調查局 已經要跨出第一步 他們要做司法鏈了 那這個部分呢 它跨出來 因為著作權侵害有刑罰 所以呢 很快的就可以連結到這邊 那我們希望不要把法律 永遠當成是在恐嚇大家 你把它想成 法律的存在就是support 我們在經學上說 你的物權或你的財產權 有意義的一個制度 因為它提供你有效的救濟 讓你的權力有意義 所以我想 法律也要進步 連結區塊鏈 可是呢 我們自己年輕一代 你在這個世代 請你的觀念要改變 你的維權方法 就應該要善用科技 我直接用一些比較 可能比較 在媒體上也出現過的 區塊鏈應用 你說那些應用合法還是 你應該說我們不會 應該說那些已經在 執行中的 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應用 是違法的嗎 當然不是嘛 這個如同剛剛范老師說的 那像一些金融類型的應用 有些銀行用區塊鏈來做什麼供應鏈融資啊 或者是加速一些付款的一些可能數位化 可能要把文件數位化 所以它事實上都是under在現在法律的規範下 但是它實做方法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嘛 法律它並不會限定說一定有一定的實施力嘛 所以說 應該會變成說不會因為用了區塊鏈就一定違法 但是你可能會因為現在的法律的規範而留下一個彈性 而這個彈性你用區塊鏈去補足它 所以剛剛您的問題的命題可能 做不同的面向就會有不同的答案 然後這個就是供應和分享 那確實有一些區塊鏈應用 不管用在醫療的數位統一書 病例的轉換 然後剛剛提到的金融 他們用了區塊鏈技術 但是是合法的 因為他們也都是透過剛剛范老師說的 它用一個應用的情境 甚至包括裡面資料的使用 甚至包括資料的內容 然後甚至跟主管機關溝通 然後也順利上線運作 那當然加密貨幣可能翻洗錢 有KYC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如果是版權 但確實它就是剛剛可能博昌的時候的 可能要請一些主管機關出來 多做一些解釋 那我覺得這種情況就是一種互動的過程 那確實有現在跟未來的狀態不一樣